hello大家好我是大師 好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新的角色 天一節又曾在你的官方公告日式的 龍妖的sp 然後他這次改名叫做龍夢畫妖 然後獅子是柱友 嗯首先是暗 暗柱 暗柱友哦 之前的暗柱友是白富龜嘛 這是多了 龍妖 好天賦的部分 那三格內的友方受治療效果提高 11到20%就是常駐的效果 那支撐造成過量治療後呢 或場上有單位死亡之後 可以獲得 靜蒙龍 然後這個靜蒙龍達到四層的話 則額外對支撐三格內的友方施加暗凱 嗯 好 那這個效果是達到四層 哎 靜蒙龍達到四層 且場上不存在其他友方的龍夢畫妖的時候呢 呃 使用結束師潛割選的絕學 靜分虛實進行施放 好 那 靜蒙龍的效果的是氣血以外均高6%上限 4成 然後過量治療是使用就是治療絕學時的治療量超出 不受治療者的生命回復上线的时候 那静芬虚实是消耗事成的静朦胧 复制自身 复制自身复制的 冗梦化要除气血外旋除去降低30% 行动与召喚者独立无法使用静芬虚实 分身可以获得虚实末世的状态 这两个回合 那虚实末世自身无法被敌方选中 行动结束回合的时候呢 给两个范围内的敌方 施加一个随机的有害状态 哦这是召喚一个分身啊 这其实还不错啊 我觉得个人觉得助游可以做成这样子 还算是蛮不错的 好在绝血的部分 暗门禁渊斜攻 弄队友主攻攻击自身三个范围内的一个敌人 且优先攻击的时候呢 对象中目标每 携带一个有害状态 双方降低10% 最多可以降低30% 一回合限定发动力两次 那主动使用的时候呢 恢复方位内说有放的气血恢复量为 施速则法过0.75倍 并驱散一个有害状态 对自身三个内的敌方 施加一个随机的有害状态 数量为本次造成的 过量治疗的次数 哦就是超过之后 你就是可以 施加多少个随机的有害状态 那这个仪式呢 是变成 斜攻变成对战之前施加一个随机的有害状态 主动使用变成反转范围内说有放两个有害状态 然后 后面是 造成法攻 伤害的零点 法攻的零点上面施加两个有害状态 OK 就是可以额外造成敌人伤害 这可以补血又可以造成敌人伤害然后可以这样 把我们有方的 debuff 把它消除掉 那24的话 看一下 主动使用这个气血量恢复量为法攻的变成一倍 然后 造成法攻伤害是变成0.6倍 体学水月进化主动使用的时候范围 恢复范围内说有方的气血恢复量为施数则法攻的一倍 驱散两个有害状态并施加暗凯 自身获得供应的状态持续一个回合 那供应的效果是自身三个内其他有方 行动结束的时候 以自身和该有方气血百分比高的一方为基准同步 双方气血百分比 这个还蛮 蛮不错的 自身三个内有方行动结束的时候 以自身跟该有方的气血百分比高的一方为基准 我觉得还算不错 就是 假设这个人的血量是很低的 刚好可以 看一下 自身跟该有方气血百分比高 假设荣耀的气血低的话 这时候可以帮忙 把自己血量先拉高 好 那疑似的话是变成供应血 遭受攻击的时候 使非攻击目标的其他有方 冷梦化压替 自身承受 伤害50% 承受量不超过自身的最大气血 那恶似的话 在主动使用的部分呢 恢复量为法攻的1.5倍 驱散三个有害状态 绝绝越来越多 好再来另外一个是 读治 什么遗死 看一下 好这是指剑遗死 被动 使用单体治疗绝学造成过量治疗 绝学后为目标三个方位的有方恢复气血 是本质过量治疗的50% 主动使用的恢复单个角色的气血 是1.5倍的法攻 使目标所有有害状态持续协生检查 1 总化本质过量治疗量 为遗死 施加给目标 持续两个回 那这个遗死效果是最多储存自身最大气血的100% 对战后弄自身胃满血就恢复气血 这一招还不错 好那遗死的话是被动变成 变成什么 没有变 对没变被动没变 主动的话变成 过量治疗变成 1.10 负 1.10负是最多储存最大气血100% 一样 主要是对战后弄自身胃满血血恢复自身三格范围内所有有方 感觉这招是一定要先点到2.4 点到1.4 反正就要点到2.4 那2.4的效果是被动的这个恢复量为本是过量治疗量的70% 并驱散一个有害状态 主动使用的时候呢 使有害状态持续时间减少2 剩下是一样 还有超多 进化 缓转 主动使用恢复当个角色气血 若造成过量治疗 哲学后对目标10-5格最近的一个敌人造成一次的伤害 并 转移目标一个有害状态给该敌方 月照进行 选择一个格子施放恢复范围内所有有方的气血 是法攻的1.8倍 使 每个目标转移一个有害状态给 给各自一圈内的随机敌方 这个倒也还不错 神兵绝学 场上存在其他的 转梦花药的时候呢 我们也常提高7-15% 进化上场的时候呢自身获得1-2成的禁蒙隆 也就是说 这个 转梦花药就是你的分身 照理说也是算的 这边策划说有写是算的 OK就这样 这次招式解说还真 真是场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另外一支的暗注有什么想法呢 有什么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师一起做的讨论 希望你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最终的ifbtwitchbvd 还有几次客 感谢各位 今天的收看 大家拜拜